第二百八十九集 张宇强沉生道 目的其实不是为了邪教的那些人 而是总督府的那些人 你回南疆的消息 会故意泄露出去 就那几个人知道 到时候 你的行踪被泄露 谁泄露 我们会知道 从而 心里内部的潜藏着 有些人身居高位 现在不处理掉 一旦低谷 很容易出现大问题 你放心 沿途会有人保护你的 方平脸色在扁 干巴巴道 我不合适吧 我一个四平五者 他们会冒险来杀我 方老迪 我之前也说了 你是南疆和魔物的纽带 以前也许还不够 现在作为五道社社长 你是有这个资格的 五道社社长的地位 我想邪教的人也清楚 而且 你还不是一般的武道社社长 在魔物 几次改制 都和你有很大关系 包括上次学校 宗师府京 其实也有人说 是你出的主意 你是魔物在小生 第一天教 张宇强的话 不吝吹捧之意 方平却是干巴巴道 张大哥 真的高看我了 我在魔物 其实就是个打酱油的 重大的决策 我是没资格参与的 包括援助南疆的事 换成平时 方平肯定要 给自己吹嘘一番 可现在不能吹呀 不但不能吹 还得把自己说的 无关紧要 让我当诱儿 就是要人命的事 一旦邪教那边当真了 派出高品来复杀他 他死了 到哪儿说理去 至于保护 就算真有 也不会在附近 那会被人察觉的 等到南疆的宗师来源 方平人都死了 还救援个屁呀 邪教舞者会来伏击他吗 方平觉得 真要按照张定南 他们说的来办 可能性很大 天才 活着才是天才 方平要是死了 哪怕魔舞的宗师愤怒 会找邪教的麻烦 可未必会继续援助南疆 毕竟大规模援助 那是要死人的 魔舞只负责魔都地窟的清教 去其他地方援助 那是出于人道主义 不去也没人说什么 见方平推脱 张玉强叹息道 方老爹 我们也知道 有些强人所难了 原本 南武的王社长 有心要出面 可说句实在话 王社长出面 未必会起到效果 王金阳所在的南武 那是必须要出战的 击杀王金阳 起不到太大的效果 王金阳是天才不错 可这时候没成长起来 天才的作用也就一般 撑死了 当一个六品来用 算是看得起他了 方平不同 关联的人很多 必要时刻 甚至能请得动那些毕业的魔舞宗师 这些宗师 张定南都未必能请来 方平头疼 继续保持沉默 万里长地毁于影学 外界敌人在讲 我们也不怕 怕就怕 内部出问题 张宇强继续叹息 尤其是 现在怀疑的人岛中 还有南疆军部的一位高层 方平 一旦这样的高层叛变 那就出大麻烦了 我们的人进入底库之后 通道刚开启 被人破坏了 那所有进入的人都会陷入底库 包括宗师强者 可无凭无局 我们也没办法随意处理 和限制一位为国父里的高层强者 没有证据的怀疑 软禁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甚至人人自危 在这个时候 南疆需要万众以心 而不是人心惶惶 张大哥 方平打断了他的话 苦笑道 我才四品 遇到了五品强者 我还可以拖延一会儿 遇到了六品 我就危险了 要是来了高品 也许一个照面 我就被精神力压爆了 张大哥 不是我推妥 可这真的太危险了 要不 你们找六品的强者试试 也不一定要魔武的人 比如金武的 其他武大的 对 金武的李寒松就比较合适 他不是南疆人 张宇强无奈道 武者的地狱意识 还是比较强的 而且金武属于北方 南疆属于南方 金武也不会大规模的援助南疆 大家都有各自的人物 找到你也是经过我们多方面的考虑 也能让人相信 真要找李寒松 反而要被人怀疑 是否是诱饵 加深敌人的警惕 方平头大如牛 吐了口气道 那我再考虑考虑吧 方老弟 希望能尽快给我们一个回复 当然不强求 张宇强笑道 这事的确要冒很大的风险 总督也不敢保证百分百安全 方老弟有所顾虑 也是应该的 不过总督说了 方老弟如果答应 他在六品精用的那柄血刀 可以送给方老弟 那可是A级合金的长刀 是总督当初修炼几大刀法 特意打造的 更适合总督创建的刀法使用 方老弟学的就是总督的刀法 有了A级特制血刀 实力更强三分 遇到兵器不如你的强者 一刀便可斩断对方的兵器 到时候 哪怕无品强者 方老弟也可以击杀 这把刀 也花了总督多年的积蓄和心血 多重 方平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接着干咳一声 仿佛刚刚不是他问的 四十斤 张宇强回的干脆 想要马而跑 那也得给他吃点草 B级合金 一百血分一公斤 A级的则是翻倍 换言之 这把刀价值四千血分 张宇强又道 这是特制的 不仅仅是合金等级的问题 当年为了打造这柄刀 总督请了兵器公司 及被擅长锻造的顶级强者 亲自出手打造而成 不仅如此 总督气血运养数十年 可不是那些生产线上制造的兵器可比的 成为宗师后 总督也一直没有放下运养 甚至用精神力开始运养 如今这把刀 在A级的兵器中 也是顶级的那种 你在宗师之前 可以一直用到六品巅峰 也不会过失 不要常常换兵器 方平没说话 那一定有命拿才行 张大哥 我再想想 后天舞刀赛要开幕 近期我恐怕也没时间去做别的 张宇强略显失望 不过还是点头道 那方老迪去忙 考虑好了 可以联系我 不过 不用在电话里说得太详细 如今客气进步 消息泄露的风险也大 啊 明白了 说着 方平想了想到 可以告诉我老师他们吗 尽量不要 当然 如果要告知的话 希望只局限于 吕导师 吕导师和总督关系莫拟 方平挑眉 啥意思 他俩真有一腿 当初吕丰柔就说 张定南以前死气白赖的追求他 难道是真的 没再多问 方平很快离去 魔舞 方平揉了揉额头 这事不好回复 拒绝 拒绝的话 要是南江那边真有高层 是邪教潜伏的案子 一旦在南江地窟开启 大量人员进入 对方叛变 那就麻烦了 初次开辟的通道 可不是太稳定 很容易出事的 一旦被封锁 那陷入里面的人 几乎死死无生 虽然这种事轮不到方平来操心 他也相信 张定南这些人肯定有防备 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有一路怎么办 答应 答应的话 自己的风险就大了 邪教不太重视还好 来个五品的复杀自己 自己打不过也跑得过 哪怕六品的 也未必可以顺杀的 怕就怕 来个高品 那真是顺杀了 而且 真要答应了 为了引出内奸 恐怕还得造点事 扩大方平的影响力和重要性 到时候 风险就更大了 不好办呀 张宇强虽然没拿什么 民族大义来压我 可越是如此 越不好办 方平头疼 张宇强真要拿民族大义 南江存亡这些话来压他 方平还真不见得理会的 你们自己出了问题 让邪教的人混了进去 还做到了高位 又不是他方平的责任 出了事 也该怪你们自己 可现在 张宇强闭口不提这些 和他谈的是家乡情 谈的是利益 一副你答应也行 不答应也无所谓的态度 这么一来 反而不好拒绝了 南江 方平呢喃一声 南江对抗地窟的主力 其实还是南江自己人 一旦地窟真的出了问题 恐怕南江家家痛哭 我也怕死呀 方平轻声一语 又自语道 地窟强者的老巢 我也敢抄 八品寿王也能撩拨一下 邪教的高品 我还真没遇到过 要不找秦凤卿试试 方平叹息 摇头不语 秦凤卿没用 真要随便找个人就行 王金阳自己就上了 张宇强说 王金阳想接过这个任务 方平还是信的 那家伙攻心私心都分明 这种事 他还是当人不让的 想着这些 方平再次摇头 一些魔武的学生 看到方魔王心情好像不佳 纷纷避退 最近都快被折腾死了 这时候还是别撞枪口上了 八号别墅 吕凤柔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 方平有样学样 也懒洋洋地靠在 另一张组合式沙发上 吕凤柔盯着他看了一阵 半晌才到 回头让人给我送一套新沙发过来 方平愣了一下 我谈正事呢 怎么就转到沙发上了 你多少天没洗澡了 吕凤柔有些嫌弃地问了一句 不用问 最少也有六七天 老师 现在不是洗澡不洗澡的问题 方平有些忧愿 您话题都偏到哪儿去了 吕凤柔耻笑一声 淡淡道 两个选择 第一 拒绝 第二 接下来 无非是二选一 有什么难的 拒绝了 那就当没这回事 你是魔武武道社社长 不是男武武道社社长 难将没权力让你做什么 你以为张定南那么好说话呀 为何没有强制让你上阵 因为他没这个权力 所以拒绝了也不用在意什么 若是担心家人 那就接来魔都 邪教武者也不是白痴 你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 他们敢招惹你 真以为他们吃饱了撑的 要灭杀个别天才 第二 接下任务 那必有高品袭杀 方平愣了一下 一定有高品 废话 你在三品阶段 战绩是从六品中逃生 邪教武者是白痴吗 如今你进入四品阶 他们会冒着给你逃跑 报复的风险去袭击你 所以 要不不做 要做 必有高品出手 吕凤柔淡摩道 张定南不只是想找出内奸 还想趁机引出邪教高品 一味高品的破坏力 其实比内奸更可怕 邪教如果对你出手 百分百必有高品 方平瞳孔微缩 之前他还觉得 邪教未必会出动高品战力 毕竟对于龟缩的邪教而言 高品战力很珍惜 可现在吕凤柔这么一说 方平才明白 不是未必 是一定会有高品出手 见方平沉默 吕凤柔继续道 遇到高品远距离 以你的精神力强度 未必会死 但是对方近身到三十米之内 两秒内 你必死无疑 这是说的七品武者 当然 对方出动八品精神强者的概率极低 你若是接下了这个任务 七品武者保不住你 距离远了 来不及救援 你就死了 所以必须要让八品甚至九品 暗中潜伏 关键时刻保你一命 说着 吕凤柔又道 而且想确保一定安全 起码两位八品 两位 方平再次愣住了 仿佛想到了什么 宁神道 您是说 如果只有一人 也许 会阻止我死亡 我只是说有可能 谁也不知道 这些宗师强者心里是如何想的 让两人互为牵制 那无论心里是否有别的盘算 都会及时救你 可一人未必会 两位八品精神强者 方平苦涩道 南疆无八品 南疆有宗师 不止张定南一人 可南疆的宗师都是七品精 张定南这不是让我去送死吗 方平吐槽了一句 李凤柔痴笑道 那倒未必 也许 他张定南就是让你明白 很危险 极其危险 看看你方平能否拉到一位 八品精神强者出手 比如吴奎山 一旦此次吴奎山出手 接下来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 南疆地窟一开 吴奎山都会出手 方平听到这儿 忽然不急着说这事了 而是笑眯眯道 老师 校长和张总都认识吧 认识 我觉得应该认识不少年了 三十多年了 这么多年的老交情啊 张总督找魔物帮忙 居然不找校长 而是找我 别有 他话音未落 沙发砰的一声炸裂 方平本人也趴在了地上 被吕凤柔的精神力和气势压得差点喘不过气来 吕凤柔精神力也许不算太强 起码相对来说 方平还是能挡住的 可关键两人距离太近 方平也没丝毫防备 一下子就给压趴下了 祸从口出 这话学过吗 吕凤柔一脸淡然 仿佛没看到方平的窘境 继续道 和私交无关 吴奎山考虑的是魔武 张定南考虑的是南疆 我说过 不要把魔武当成学校 可以看成一方势力 吴奎山和张定南分别是两方势力的领袖 大家虽然有共同的敌人 可魔都地窟的问题还没解决 如果 我说如果 在南疆折损过多 接下来魔武如何自处 魔武有现在的地位 也是无数人厮杀奋斗 用鲜血和生命拼出来的 张定南和吴奎山四交只是一般 别说一般 就是亲兄弟 此刻吴奎山也不会贸然答应援助南疆的事 方平默默从地上爬起 看了看乍成快撞的沙发 不耐叹息 干脆坐在地上 开口道 那张总督 还找我干嘛 校长不会答应援助南疆的事 那可未必 请不吝点赞订阅